蓝染最近几年是时装界非常具人气的词汇 那么其独特的落色的这个效果呢 备受了大家的青睐 然而把它发挥到极致的 除了我们的少数民族以外 那要算日本人了 那么料蓝呢 大约在六世纪从中国传到日本 因为蓝染后的布料呢 不容易褪色 被用于染料的大量种植 那么极叶川流域成为日本较大的蓝染产地 因此呢也被亲切的叫做阿波兰 那么阿波兰的起源呢 可追溯到平安年代 传说居住于德岛山岳地带的阿波济部 为了将织成的沙染色 开始种植培育料蓝 之后呢 极叶川下游的遗带慢慢也普及开了 江湖时代啊 是日本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那么全体人民被分为四个阶层 武士 农民 手工业者 和商人 那么纺织业 在当时呢 是极为盛行的 他们开始保护并鼓励料蓝的种植栽培的和生产 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呢 促使蓝染业繁荣至极 也是当时主要的财政收入之一 到了原路时代呢 随着全国各地种棉花的土籍 木棉生产增多 那么阿波兰的应典也顺势开始了大量的生产 那么大部分是用于什么呢 武士奎甲下的衣衬 那么蓝染的需求也得到了大增 借此开始之后啊 大规模的生产 到了1549年采用 经发酵后的蓝叶染料进行染色 那么从那以后呢 蓝染开始再一次的大量进入大家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明治时代以来呢 蓝染的种植呢 更是普及到全国各地 那么当时的德岛线 近占栽培总量的一半 但是好景不长 印度优质低廉的这个 印度蓝染呢 轻松的占领了市场 那么明治后期 化学合成的人造蓝色 也急剧的增加份额 曾经的Japan Blue开始衰退 然而技术的革新和工艺的进步 从未忘掉这个变蓝色的老朋友 差一点曾经被淘汰和抛弃了这项工艺 但是在近几年啊 它又重新的被推到了一个所谓的潮流的前沿 红色黑色紫色都曾经是属于贵族的颜色 而在历史的这个任何阶段 任何人都可以穿什么蓝色 而全世界很多地区都用蓝色作为工作服的颜色 所以呢曾经把工人称为蓝领也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这下子的老公 你拿下了 我现在带来 我就是打扮了 那个口水 我说我 是不那么快 你带来 那时候 我 transitions